徐國勇呢 已經先辭職的內政部長 他在下禮拜一要開他的新節目了 很敢講喔 他說 至少會跟動哪些人呢 他被問到 我覺得他也是蠻保險牌的啦 就內政部長 因為他自己已經辭職了 所以一定會跟動 農委會主委 還有財政部長 農委會跟財政部其實都是因為他們是這個 借調期滿的關係 那他還講了一句話 為什麼說很敢講 他說總而言之 如果政壇有任何動靜 節目一定最先告訴大家 哇 那你直接就證明你以後就是 在這個節目你就變黨媒嗎 你的新聞只有在你們的節目 才變成是內線消息嗎 我們的汉田議員 所以這個民進黨確實黨媒合議 完全沒有在演啦 不過也不光是他如此而已 因為畢竟先前的周玉寇也好 或者是新台灣加油的其他人 那基本上也都是一樣 因為那就是海派的最大集中地 那也可以從一些 那個節目他們的封口 或者是這個節目 他們準備要討伐誰 你就可以知道 民進黨一個真正的立場 那你也可以知道 民進黨現在在關心的是什麼 所以你就會發現 近期呢這些綠色的媒體 他們不論是對於 先前李俊毅的選舉 或者是對於 吳怡農的選舉 大多呢都是抱持著觀望 或者是作弊上觀的態度 看嘛 也沒有坑聲也沒有發言啊 說讓他們盡量的去打王洪威 好像也沒有 不過就是剛參選的時候 開個一集節目討論一下 剩下來的時間 大部分都在抨擊 民眾黨都在打高洪安了 所以對於這些 不論是徐國勇 或者是對於海派 那對於三立的這些人來說 真正民進黨重要的敵人呢 當然呢是民眾黨 覺得先把民眾黨 柯文哲給打下來了 先把他鬥臭鬥垮之後呢 那麼國民黨明年呢 再慢慢的再來檢討 因為現在對於民進黨來說 重要的還是要鞏固 黨的核心領導地位 到底是蔡英文還是賴清德 所以現在包含徐國勇 這些外圍的人士啊 他們只能夠幹嘛呢 也就是傳達一下消息 然後或者呢 也就是賺一下自己的通告費 以求個溫飽 以求個影響力 那當然最關鍵的啊 就是這樣的人 當上了這個主管媒體的人 那請問未來NCC 敢不敢繼續動呢 顯然也不敢 然後現在就已經沒在動了 更何況如果徐國勇過去的話 未來可能繼續不敢動 那就更加可以想見 未來媒體就會肆無忌憚地 對全台人民進行認知作戰 所以要贏回選舉 我們說最重要的 就是槍桿子跟筆桿子 那當然在文明時代 民進黨沒有這個所謂的槍桿子 但筆桿子要有啊 所以徐國勇呢 就繼續了去到了媒體裡面 那以前說好所謂黨政軍退出媒體 現在看來當然完全都是笑話 尤其蔡英文上來之後啊 是直接堂而皇之的 就是黨媒合一 政媒合一 集體的對台灣人民進行 全方位的洗腦跟認知作戰 那你說你自己做的好端端的 你自己洗你自己的腦 那也可以啦對吧 畢竟大家各憑本事 但最令人不恥的是什麼呢 就是還把在野陣營的 還把呢要積極監督自己的中天 給全面的封殺 給全面的下降 所以感謝各位鄉親 繼續支持我們中天的 大週末大曝掛 週末大曝掛 週末大曝掛 好我們這次再回一下 這個兵役的問題 剛剛才談到兵役 那我認為這個兵役 我認為有兩個這個好奇的點 跟觀察的點 第一個呢是說 如果在今年年底之前 宣告要實施 然後2024年元旦要上路 那2024年新的總統上來之後 他一樣是可以再改的吧 他應該可以再改 如果2024年假設說 5月20號一就職這個總統 馬上就說我們的這個 一年的兵役取消 那麼就是從2025年開始 又不用再當一年了 所以就2024年 也就是我們的這個所謂 95年次的朋友們 這一年特別倒楣 那也就是如果 國民黨或如果在野黨的 所謂兵役制度 是有不一樣的話 那麼95年次的這些人 他們真的是利益攸關 然後會決定自己的投票動向 那一年這一年出生的 也大概不會超過20萬人 那這20萬的選票 大家比較有可能會投給誰 就是這個政策 大多數所能夠決定的 那問題來了就是假設說 那第二個我要問的問題 第一個是說他可以改 未來是可以改的 第二個問題是 我也很好奇 那目前國民黨跟民眾黨 對於兵役制度要延長 到底是什麼態度 我翻了一下過去 大家的一個留言 大家的新聞資料 柯文哲只有說 哎呀那你到底是 募兵制還是真兵制 都是要想辦法解決啦 但他沒有說他要哪一種 他也沒有說到底要不要延長 所以我剛才說我也很好奇 那像民眾黨跟國民黨 對於兵役延長是什麼態度 柯文哲基本上受訪 他只有哼哈兩句 東批一下西批一下 但是沒有說出自己的主張 那國民黨呢 我反而聽到有不同的版本 因為聽到朱立倫呢也好 他也沒有說他們都主張延期 那國民黨大部分的人呢 也都只是說 哎呀民進黨這麼做 都是為了選舉因素 為了選舉炒作 那我從民進黨委員那邊 聽到的叫做說 哎呀延長議期的這件事情 好像國民黨也不反對呀 那到底是如何呢 就如果國民黨也是 贊成延長成一年的話 那民進黨就大方實施好了嗎 因為所有的政黨都贊成 這也不會影響到你的選票 那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可能等一下也要請教原知 那到底國民黨的立院黨團 或者是黨中央 到底對於兵役延不延長 應不應該要延長 要延長要延長到多久 那還是要改成什麼其他方式 是什麼樣的政策 到底是什麼樣的路線 因為現在都很簡單就是罵蔡英文 你都是選舉考量啊 然後這個瞻前顧後啊 不顧人民死活啊 這罵很好罵 但有沒有一個真正的立場跟主張 那比如先前我也知道 比如說這個像是 陳輝文大哥 他的主張不僅要延長 而且還要繼續延長成兩年 因為這樣才有辦法 保衛中華民國 那像我的話呢 我們則是相反 我們認為說兵役制度 根本不需要延長 因為只要兩岸和平 我們根本用不到 那麼多的國防軍事設備 甚至是那麼龐大的經費 通通都應該要省下來 成為我們社會福利的支出 那也讓我們的年輕人呢 不需要去當兵 浪費這個人生 就可以好好的走上自己的學業 然後走上自己的事業 好好的工作 所以這是在根本關鍵性的 不同出發點 就如果我們覺得 兩岸和平是王道的話 自然而然 軍事就不需要那麼高 那或者我們覺得說 不僅是兩岸有外敵 還有別的 比如說可能日本啊 東南亞也都有外敵 那麼這些軍事 是不是維持到一定比例 那麼這個一定比例 又應該要是多少 所以目前呢 只看到大家針對蔡英文 指指點點 但是卻很少說出 自己的關鍵主張 那到底各黨覺得 要不要嚴 嚴的話又要嚴到多少才好 所以這不僅是 蔡英文的問題 也是2024年總統候選人的必答題 漢年議員我們有網友在裡面發問 就是Fenix他說 當初到底為什麼會縮短為四個月呢 這個邱國正說得很清楚 他當時講了兩大秘密 他在質詢的時候他說 第一個呢 就是目前的四個月的合格兵 這四個月的這個兵啊 是不足以訓練成合格的戰士員的 他原話幾乎如此 為什麼因為四個月呢 就是連部隊都沒下去 就連部隊長什麼樣都不知道 簡單的做完訓練之後呢 就回到各個單位 然後就休息 然後一下子就結束了對吧 然後呢所能夠擊發的子彈數 也不如台南的88槍 那麼邱國正呢 他當時又回答到了第二個問題 他就講說為什麼會不斷的縮短 他說那就是藍綠的政治人物 為了要選舉 為了要討好年輕選票 所以呢才又從了過去的兩年 又砍成這個一年多 然後又從一年多又不斷的砍 砍到了四個月 所以呢這邱國正算是說出了大實話 就大家過去為了要爭相討好選票嘛 那麼現在呢是沒有辦法的時刻了 為什麼 因為美國爸爸在後面逼啊 美國爺爺在逼著民進黨 要趕快實施這個兵役要延長啊 教招要延長 然後後備軍人的訓練都要加強 那結果呢 民進黨通通都沒有做到 或者呢民進黨現在想要擋又擋不住 所以他遇到了兩方面的難關 第一當然是美國的壓力 要求他必須要更正 可是呢他如果不更正的 如同美國的壓力 他屈服了之後呢 那他很有可能會喪失掉年輕的選票 而且可能這些年輕人的爸爸媽媽的選票 也都會喪失 所以民進黨現在當然是瞻前顧後 一方面害怕得罪美國 一方面又害怕得罪台灣的選民 那這也是非常沒種的地方 如果真的有種 要嘛就直接的拒絕美國對吧 我們的兵役制度 關你老美屁事 那不然呢就直接告訴老百姓 我們就是要延長對吧 因為呢民進黨搞抗中保台 就是要打仗 所以教招都要延長呢 兵役要延長核心核理 掉了選票也無所謂 因為民進黨信任抗中保台有選票 所以掉了一小部分了 那頂多掉了這20萬票 但你有817萬票可以掉啊對吧 有什麼好傷心難過的呢 所以當民進黨還在狼前之後的 就是在這個左顧右盼 沒有辦法遲遲下決定的時候 正是因為發現這件事情的選票衝擊 是非常大的 他是澎湖浮澎喜來登酒店 推出的海皇鮑魚干貝E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這個試圖 我的小小小的 因為認識了 所以 從頭而下 那妳可以去住宇宙的 然後是 Met人